联合国安理会5月15日召开紧急会议,讨论加沙冲突问题。 参会各国军呼吁以色列避免滥用武力,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尔问题的唯一选择。加沙地带边境已有至少61名巴勒斯坦人在与以色列士兵的冲突中丧生,2800多人受伤。 会议开始前,全体人员起立向遇难者默哀,此次会议是作为安理会唯一阿拉伯成员的科威特请求召开,以色列助联合国代表达农·Danny Benin在会前召开记者会,展示冲突现场画面,图为科威特代表佐,与巴勒斯坦助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,又,在会前进行交谈,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Haley Nikki Hawley否认加沙地区的冲突和美国驻耶路撒冷大使馆开关有关,强调美国在最终地位问题和解决有正义的边界问题上均不持立场,批评美国搬迁使馆引发暴力毫无道理。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马昭旭称,中方反对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,呼吁以巴双方特别是以方保持克制,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。 英国驻联合国大使皮尔斯Karen Peace前排左二称,英法代表明确表示反对美国搬迁大使馆的行为,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达农则指责哈马斯持续煽动。 针对以色列的暴力行为,许多巴勒斯坦平民对一方的冲击都有哈马斯在背后操纵。 巴勒斯坦驻联合国观察员麦苏尔批评以色列的行为属于战争罪,呼吁马上停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伤害。 会议现场,巴勒斯坦驻联合国观察员麦苏尔要求立即开战独立公正的调查,并对肇事者追责。 面对巴勒斯坦调查要求,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达农陷入沉默,联合国安理会5月14日欲对流血事件展开独立透明的调查,但此举遭到美方的阻止。 这也是美国就涉及以色列的问题,在联合国内动用的第43次否决权。 此次冲突是2014年加沙战争以来,巴勒斯坦人单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,巴勒斯坦方面批评美国已经成为以色列在安理会的避难所。 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犯罪中,美国是共犯,面对批评黑力提前离开,随后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达农离场。 中国网直播,2018年5月17日13、25日。